十二國護身軍都實戰軍演再嚇中共 分析指習近平如果開戰最可能發生兵變 應對中共立陶宛在北約峰會前加強臺灣關係 蘇丹恐怕爆發全面內戰 十足蠢材華格納手下洩露叛亂的混亂秘密 拔州開啟美斯歡迎周 明日期待三巨頭首次登場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11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國際要聞我是王曉祥》 針對中共 美軍和聯軍剛剛在西太平洋 開啟了多項演習 展示強大的軍事優勢 據《大紀元》報導 德國剛剛宣布 將會派超過200名官兵 參加今年在澳洲舉行澳美主導的 12個國家聯合參與的護身軍都軍事演習 分析指習近平如果開戰最可能發生兵變 報導指兩年一度的護身軍都軍事演習 將會於7月22日至8月4日在澳洲舉行 這是澳美主導的多國聯合軍事演習 大約1萬7千名美軍和1萬名澳洲國防軍將會參加 參加演習的國家還有飛制、印尼、日本、韓國、 紐西蘭、巴布亞新基內亞、湯加、法國、英國、 加拿大等12個國家 今年的演習預計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 據《老頭社》報導 德國將會派170名散兵和40名海軍陸戰隊員 來澳洲參加演習這將會在德國作戰部隊首次登陸澳洲 他們將會與其他國家的軍隊一起 進行叢林戰和登陸作戰訓練 中共通常會派出間諜船來監視護身軍都軍演 2021年德國軍艦曾經駛入南海 這在近20年來還是第一次 當被問及德國部隊首次在澳洲登陸 是為了向北京傳遞什麼信息時 德國陸軍總司令默斯表示 柏林並不打算與任何人對立 7月初美軍在西太平洋 剛剛開啟遊七國舉行的多項演習 F-22、F-35、B-52接連出動 並聯合多國空軍進行遠距離投射演練 據悉2023年的演習規模是2021年的7倍 是2019年的3倍成為美國空中機動司令部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全頻普戰被演習 資深時事評論員唐靖遠認為 習近平他所面臨的處境一方面是外部環境在日益惡化 美歐亞的盟國的軍事實力現在越來越大 在另一方面習近平他又無法放棄對台灣的入侵計劃 因為他自己連任的合法性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跟吞併台灣是在一起的 而吞併台灣其實並不完全是習近平他個人的一個想法 而是整個中共高層從毛澤東時代起就一直延續至今 他已經被視為是證明中共合法性的必不可小的一塊基石 唐靖遠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之下 習近平他不太可能會主動地放棄武力入侵台灣的想法 他會全力備戰 但並不等於一定會到時候要開戰 要看有沒有合適的成熟時機 他一直都留有這種不開戰的餘地 時評人沈舟分析指 美國和多國盟友同時展開多場大規模軍演 應該令中共受驚不少 中共如果開戰最可能發生兵變 唐靖遠分析 習近平可能會加速加大國內的整個經濟 甚至整個社會的生態 都向戰時機制轉變 同時他也會加大在經濟方面的儲備 以應對未來這個可能開戰的消遣之舉 他認為習近平現在去視察東部戰區 強調說要從政治高度來看軍事問題 實際上他想要表達的就是台海的開戰 他其實是一種政治需要 無論在軍事上他的可能性可信度有多高 可能都要做好全力以赴準備要霸王硬上攻 都要有這種必須去執行的準備 沈舟表示在美軍和聯軍的強大威懾下 中共領導人此時應該不敢下令進攻台灣 實際更怕內部兵變 因此習近平才說要堅持從政治高度思考 和處理軍事問題提高戰區黨委領導備戰打仗能力 中共領導人不但憂心外部威懾 更加憂心中共軍隊可能成為 推倒中共政權的一張關鍵骨牌 在北約峰會召開前 立陶宛再次宣布加強與台灣的關係 以共同應對來自中共的威脅 博士新聞10號報導說 在立陶宛政府定於本周三發布的一份戰略當中 維爾紐斯當局將與台灣的經濟關係 列為戰略優先事項之一 這個做法是為了應對中共 在印太地區日益家劇的侵略威脅 該國政府表示 北約領導人將會在本周的峰會上 重點關注這個領域 立陶宛外交部在它的戰略概括中表示 立陶宛和其他歐盟成員國一樣 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強調台海現狀不能通過軍事或強制手段改變 台海的和平和穩定 是國際政治當中最緊迫的地緣政治問題之一 亦是印太地區安全與繁榮的必要前提 目前歐盟領導人正在商討 針對中共的制裁尺度 在一月份荷蘭同意與美國和日本達成協議 限制向北京出售微晶片技術 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譚貝格 在上個月訪問挪威期間 曾將中共稱為北約面對的威脅 對此中共當局表示強烈抗議 報導指出 儘管如此 北約國家並沒有放棄反對中共的侵略性做法 該組織將解決與印太地區夥伴的關係 作為本州聯盟峰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 印太國家的澳洲、日本、紐西蘭和韓國的領導人 也受邀請出席峰會 儘管他們並非北約成員國 北約在上星期宣布的聲明中表示 印度太平洋地區對北約非常重要 該地區的事態發展直接影響 歐洲大西洋地區的安全 預計成員國將會在會議期間主要關注台海、 東海以及與北韓有關的安全擔憂 北約組織秘書長斯托爾·譚貝格10日指出 中俄正在聯手挑戰全球規則 斯托爾·譚貝格在外交事務期刊發表文章表示 俄烏戰爭已經是歷史的轉折點 讓戰爭重返歐洲 北京也在觀察這場歐洲爆發的戰爭 如果普京在烏克蘭獲勝 這樣會向其他專制政權發出信號 也就是可以透過武力實現其目標 尤其在北京正在觀察 俄國為其侵略付出的代價或獲得的回報 根據今年年初訪問日本和韓國時 兩國領袖都對今天在歐洲發生的事情 明日可能會在亞洲發生感到憂心 斯托爾·譚貝格表示 北約並未將中國視為對手 但北京應該利用其對莫斯科的龐大影響力 敦促其結束烏克蘭戰爭 然而北京阿金仍未譴責莫斯科的侵略 反而加強與俄國的經濟、外交和軍事合作 與此同時 中國政府在海外日益增強的脅迫行為 與國內的鎮壓政策 也對北約的安全、價值觀和利益構成挑戰 據《法廣10日》的報導 非洲地域面積第三大的國家蘇丹的局勢 令人感到擔憂 國際社會正在積極地進行周旋 東非地區的政府間發展組織計劃 今日10日在非盟總部所在地召開峰會 埃及就宣布將會在13日和蘇丹的倫國 舉行一次峰會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再次呼籲蘇丹的衝突 雙方停止戰鬥 並譴責針對平民的血腥轟炸 蘇丹衛生部通報說 有20多人在8日的轟炸攻擊中遇難 多名目擊者說 今次打擊來自空中 炸彈落在蘇丹首都赫土木的西北部郊區 蘇丹的交戰雙方 只有政府軍擁有戰鬥機 但軍方首腦說 他們在8日沒有發起任何軍事行動 到了9日空襲營再繼續 而且打擊的目標發展到了首都市中心 多方消息表示 空襲就在蘇丹總統府的附近 在蘇丹首都的南部街區 地面戰鬥也在此持續 聯合國秘書長擔心 蘇丹正處於爆發全面內戰的邊緣 並有可能會破壞整個地區的穩定 爆發血腥戰鬥的地區完全不顧人權 另外蘇丹的內部衝突會嚴重危及 南蘇丹的政治和經濟穩定 因為南蘇丹的輸油管道經蘇丹港中轉 如果蘇丹港的石油出口中斷 南蘇丹的國家財政收入 就可能會幾乎完全枯竭 蘇丹國內的戰鬥可能會影響 南蘇丹極其脆弱的平衡 在過去10年 已經接待了超過40萬蘇丹難民的 詐德政府發言人 兼通訊部長薩里克早前指出 任何事情都無法阻止 詐德致力於蘇丹的穩定 詐德的和平依賴蘇丹的和平 兩國之間緊密相連 被將揭進全力 嘗試讓各方坐到談判場 華格納僱傭軍集團的未來 在發起半變之後仍然懸疑未決 但華格納集團內部對於普利哥任 是否還值得追隨也出現裂痕 其中的僱傭兵分成了多個派別 一部分自稱他們將會繼續遭於俄羅斯 還有一部分人就繼續質疑國防部 傾向於擁護華格納 前華格納戰士羅曼對《莫斯科時報》表示 我和我的戰友是為了國家而戰 而並非為了某個自大的蠢材和他的個人野心 另一位前華格納布傭兵 弗拉德批評叛亂的決定 他說6月24日也就是企圖叛變的那一天 他不斷問自己一個問題 我能對我的俄國戰友開槍嗎? 也是在稍早時候 普利哥任透露 華格納內部存在的相當一大部分 對國防部指令不滿的成員在叛亂團體的行動下 多架俄國政府軍的飛機遭到華格納擊落 普利哥任上個月發動叛亂 試圖罷免國防部長邵伊古 然而行動很快就失敗了 儘管針對克里姆林宮的叛亂 對普京構成了掌權以來的最大挑戰 但不少僱傭兵指責普利哥任的叛亂是一種浪費 《每日野獸》報導說 很多華格納士兵認為 普利哥任想要通過叛亂對國家領導層進行改變 但這個過程很快就失敗 他們譴責今次行動浪費了大量資源 損害了俄國的國際形象 而且進展在原地踏步 然而還有不少華格納武裝分子表示 他們支持這次行動 因為常規軍隊早就應該作出改變 希望克里姆林宮能夠吸取教訓 前華格納僱傭兵米哈伊爾說 我希望今次正義遊行為俄國政府敲響了警鐘 讓我們看到是時候作出改變了 而華格納的僱傭兵馬利克認為 普利哥任為俄國做了很多 而邵伊古從來沒有做過任何有用的事情 因此普利哥任仍然擁有大量支持者 目前尚不知曉華格納的未來何去何從 據稱一部份士兵出現在白羅斯的野戰營地 但後續的事態仍在發展 根據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貝斯科夫的說法 普利哥任從未放棄對普京的擁護 並說他們準備繼續為俄國而戰 7月10日南佛羅里達州的球迷 正在靜候足球巨星美斯 與他的兩名傳奇前隊友的到來 美斯和家人在加勒比海度假後 會在本州正式前往國際曼亞密俱樂部 他計劃在這個星期日 在DRVP&K體育場舉行的竭幕儀式上 與他的前巴塞羅拿隊友 中場球星貝斯克茲一起被正式介紹給球迷 第三位加盟俱樂部的球員 是前巴塞羅拿後衛阿爾巴 他同樣可能會來得次參加這次活動 三巨頭的歡迎州從本州一開始 而新聘任的阿根廷教練馬蒂諾 已經在10日出席了第一次訓練 新教練馬蒂諾曾在巴塞羅拿俱樂部 執教過美斯、布斯克茲和阿爾巴 並在阿根廷國家隊執教過美斯 預計美斯和他的隊友將於7月21日 對陣墨西哥克魯茲亞祖爾隊的聯賽杯中首次亮相 這些傳奇明星的加入 足以引發南佛羅里達州球迷的議論 其中最知名的人士之一 是大牌播音主持哈德森 他表示我從來沒有不知所措 但我查遍了英語詞典 除了超現實之外 我找不到一個真正合適的描述詞 佛斯兄弟和碧涵把袋鼠 從他們的魔法舞裡拉出來 這是全球各地的頭條新聞 我們擁有世界級別的組合 哈德森表示這種感覺非常好 每個人都很興奮 聚光燈將會聚焦在佛州 現在民眾還可以想像 美斯在佛州商業大道的 登堅東尼斯停下來 身後在阿拉巴和布斯克池 然後他們上了95號州際公路 一路駕駛 目的地就在邁阿密 今日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